新聞大白話可以正式加入會員了 可以觀看不定期的獨家影片花絮 還有神秘小禮物不定期抽獎的優先資格 再一次邀請您加入我們的會員 最近在國會都討論說反質詢的事情 今天蘇貞昌有一個最新的講法 他就說這個反質詢官員 就是把官員當狗罵的時代 已經過去了 但是民進黨以前不也是這個樣子嗎 我們來看一看 立法院過去那種把官員當狗罵的時代 文化應該讓他過去了 這個時代連狗都不應該這樣亂罵 我們很希望透過尋答 好好的說明政策 你們爸爸啦 委員其實用詞上還是尊重一點比較好 陳吉麥委員晚上5點45分就不見了 到晚上8點45分 用20秒的時間通過議案 對啊 其實這樣子的一個風氣不是民進黨更盛行嗎 所以這個昨天有習慣還幫著蘇貞昌講說 你在那邊講什麼反質詢 充實自己才是上策 但是反質詢立法這件事情 這個偉漢哥他講說其實根本不用立法 現在本來就有規定 行政院長有對立院報告之責 立法委員有質詢行政官員之權 不用立法本來就有規定的 那不只如此我們看到這個蘇貞昌 馬上昨天又反擊了這個朱鳳蓮 因為朱鳳蓮邀請他就說 你講的一些台詞不是我們錄劇的台詞 我推薦你更多部 但是蘇貞昌就反擊他說 那我要你來看這一部 我們來聽聽 朱鳳蓮說院長嘴上喊去中化 但私下去追求傳承中國文化 還說要推薦院長幾部大陸劇 那院長怎麼看 可見我不是個意識型態的人 我都抱持著開闊的心胸 世界各國各地各種文化 各種戲劇影片我都有興趣 所以中國如果講這種話的人 能夠來台灣 我們會邀請他看看時代革命 看看中國這樣滿恨的 違背承諾對付香港人民 是多麼的殘忍不治 對 現在好像看錄劇 又變成在民進黨口中的 另外一種感覺 我們這個很多元很包容 但是之前好像也不是 這樣子一個論調 因為其實蔡英文以前也有講說 我會看這個延禧攻略 還會一邊吃泡麵 但是過去你好像只要看錄劇 都會這樣子被貼上標籤 比方說像3Q哥他就講說 這個洗腦統戰 連這個卡通都來統戰我們 陳廷飛講說有銅書也在統戰我們 林楚銀是講說小紅書也在統戰洗腦 那現在變成一個多元文化可以包容的 怎麼會這樣子變得那麼多 亮哥 其實立委有過當的行為 他自己為自己負責 因為他也要回去接受選票的檢驗 對不對 可是主要是行政官員 行政官員反質詢或者是反嗆 那個質詢的那個委員 除非那個委員非常不禮貌 不然真的非常罕見 非常罕見 尤其是行政院長我從未見過 你去看我們前面幾個 像林全賴清德 人家都是風度翩翩 其實有時候遭到一些比較 直接對嗆 他也會就那個問題來回答 他也不會說去反嗆對方 我真的沒有看過賴清德 跟林全去反嗆立委 真的沒有看過 坦白講這個事情就是凸顯 你的修養 或者是你是不是要遵守民主制度 因為民主制度就是 本來就是國會議員提出問題 然後行政官員你提出答辯 是 我在美國聽證會 我有沒有聽過說行政官員 反問參議員 反問眾議員 我也從來沒看過 你去看歐洲的國會有這樣嗎 日本國會有這樣嗎 行政官員 行政官員人家沒有問你 你就不要講話 不就這樣嗎 如果人家問你什麼 你就就你所了解的 那做說明就是這樣而已 而且講話那天 並不是很粗魯的在對你 他只是問你說 你可不可以做承諾 以後不會停電 那你可以解釋說 你為什麼不能做承諾 你可以說停電 那個理由很多 原因很多 比如說我們花姐就長得不錯 有小動物都會進來 對不對 那那也是理由 不是 我的意思就是說 他可以這樣說 人家就會知道說 停電的原因有罷罷狂 對不對 有時候是小動物造成的 我也很無奈 人家搞不好覺得你很幽默 對不對 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問題並不是不能回答 這個坦白說跟蔣介石 那個反攻大陸是不一樣的東西 是 這個扯太遠了 蔣介石那個是歷史大目標 你如果要同一個level的 應該是說民進黨有沒有承諾 台獨建國 是我們台獨有建國嗎 你可能是這個層次是這種議題 對不對 可是民進黨現在也不去講台獨建國 他說中華民國台灣對不對 我們要維持主權的現狀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這一次他跟蔣花安這個對陣 我真的是 我認為他是幫了蔣花安的民調 反而拉抬了一下 好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其實他看到 這個蘇貞昌 你還要跟朱鳳梨在那邊吵半天 人家想說 你需要去跟這個朱鳳梨 這樣層級吵架嗎 你是不是應該 蔡英文 蘇貞昌 你要如果要回應的話 也應該是回應 比方說習近平 光是一個朱鳳梨 就可以讓這個蘇貞昌 這麼氣 還要回嘴一下 上公 誰講話 蘇貞昌不會 我可能賣菜的 罵他兩句他都會 對啊 我覺得他愛講話到一個極限 所以他回朱鳳梨 可能不用朱鳳梨 可能是地區的國台辦 罵蘇貞昌他都會回 何止是國務院的國台辦 我覺得他誰不回 開地圖炮 我今天講一句白一點的話 他曾經講過一句話 什麼爬上去的不知什麼紅 我覺得蘇貞昌 你有沒有發現你已經紅了 你那個部位已經紅到不行 那個部位 你只會看別人 你回去看一下自己好不好 而且我說一句實在話 我們把孝順父母四個字入線好不好 那請問你孝順父母 有規定誰要孝順父母 當然是子女 對不對 這很簡單的事吧 是 那憲法上第三條規定 誰有質詢權 是立法委員 對 在憲法上第70條規定裡面是 你是陳述意見 立法院開會你是陳述意見 你是施政方針跟施政報告 對不起好不好 那個游錫坤你稍微有點水準 你憲法看完了還要入法 我的天 這還要入法 那你憲法讀完了就知道 執行權是哪一方面的人 該擁有的 還要入法 我覺得還有一件事 那個游錫坤請把你們的 開會報告裡面的通知 拿出來唸一遍 施政報告 邀請行政院院長率各部會 施政報告並備詢 備詢是什麼意思 游錫坤請把你們的報告 自己發出去的開會通知的內容 看清楚 還需要入法 我覺得一件事 立法院這不是 這不是講話安安的問題 就是說任何一個委員上去 被官員反質詢 都不對 它是制度的問題 今天再講一句白一點的話 蘇貞昌的反質詢 在憲法上面是有違憲疑慮的 還需要入法 我覺得游錫坤 我覺得你們回去的時候 都應該自己去看一下 自己的某一個部位 到底紅了沒有 連立法院的院長 連立法院的委員 都不維護自己的權利的話 也沒什麼好談 那以後行政院長很好幹 請問院長 你那個要怎麼做 怎麼樣 院長就好 請問委員 那你認為我應該怎麼做 你所有的問題 我全部問你就好了 那還質詢什麼 所以我覺得一件事 為什麼反質詢 是從以前二三十年代裡面 只要有官員這樣做 大家都會說你反質詢 你違反規定 到今天為止 反質詢叫做沒有入法 沒有法律規定 所以不違反規定 我覺得拜託拜託 體制的問題 無論朝野 今天是你民進黨執政也好 國民黨執政也好 這一個反質詢是一個錯誤的事情 不是在藍綠之間 是在國家裡面一個體制機制的設計 請不要用藍綠 或是用執政與非執政的行情之下 把這麼重要的事情給抹殺掉 是 你們來問一下大使 我真的不曉得 蘇貞昌在講什麼道理 我看到的 我說不是立法委員把官員當狗罵 我只看到蘇貞昌把立法委員當狗罵 所以他今天講的是到底在講什麼事情 我們都看過立法委員過去30年 他講這句話 就是在他過去那時候 民進黨立委把官員當狗罵的那些人 他是講那些人嗎 對 他這個時空錯亂 而且事實上 我也在講 當時蔣文安安就是說 請你能不能 你能不能這個承諾 不會再缺電 他把人家的祖父拿出來了 這是非常沒有水準的一種做法 所以他的意思是說 現在是官員把立委當狗罵的時代來了 對啊 現在是蘇貞昌把 而且他是行政院長 他是不是要他下面的屬下 將來都要把立法委員當狗罵 我只看到他在罵邱毅營的時候 用那種非常低俗的字眼 對一個女性的立委 這個簡直是就是說 對我們這個國家是一個恥辱 一個這麼高 最高的行政長官 口出惡言到那種低俗的水準 然後他現在顛倒是非 然後最可惡我覺得他在拆毀 我們現在台灣這麼多年來 這麼多人心情努力建構的一個 民主的一個體制 就由他在拆毀 現在再加上游錫坤 一起在旁邊做幫兇 我不知道他們到底是想要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